总有一些不自量力的小青年想要来挑战我 那我们就好好地看一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当然确实我们之前经历过非常多有实力的这个玩家 看看这个是不是 击球野人咒术祭祀 哎呀这种打爱哭鬼 我不太看好 我不太看好 我觉得打架阵容打爱哭鬼的话呢 你带一个控制点就够了 带一个控制点就够了 带的多了 你去跟爱哭鬼正面刚 你人多了在爱哭鬼面前 爱哭鬼这个火就特别容易中对不对 我打不住你初一我打你十五 你三个人在我面前我终究能拉中一个的吧 一个拉火加速那边回升一棒子躲掉 好的 一个过板刀没打错再抽 来死 可以挺可以的 这波拉火躲球 然后过来的过板刀 我觉得他的一个安排很合理啊 这里的话出圈有子火 但是机车手这边有飞轮 前面有祭司洞 拉火躲掉 这边的话跟 动 两连动 机车手手里还有飞轮两颗球 交闪现身位不够 交闪现身位不够 还行嘛 毕竟抓的是一个直接闪现过来躲掉球 拉火 有了 这波击倒的时间不算久 而且呢 球者这套阵容 修机速度真的不咋地 这野人 祭司都是修机 有debuff的 野人来救 野人来救呢 打爱哭鬼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野人吃到 是要给存在感的 爱哭鬼的 一阶二阶 差距还是蛮大的 野人这边还不能给存在感 但你又不可能下猪 你下猪这边有可能吃火 这边快过半了 这边快过半了 等会儿要出问题啊 拉火 一火拉中 追个双倒都行 但是一刀啥都没打中 一棒子打开 这波真的一刀啥都没打中 有点难受啊 一刀抽 没抽中 五秒钟以后下一个火 这波如果能打个双倒 我觉得爱哭鬼赢了 没打双倒的话 拉火 哎翻过来 这边的话 一个爆发的机球手 那个交互速度还是很快的 棒子是没了 棒子是没了 前面有颗球 还行吧 野人 以一刀为代价 非常极限的卡半 救下了这个机球手 我觉得够可以的了 这样的话 外面现在修掉三台机 机子差的还是有点多 救不了了 赢呢 我觉得还是爱哭鬼赢 拉火 天哪 这波拉火拉中的话 爱哭鬼我赢 因为这波如果不拉中呢 你后面抓野人 是一个挺痛苦的事情 做出师有没有机会 飞轮过来 捞下来了 那可不好说 不过技术手这边的话 什么东西都没有 飞轮也没有 球也没有 咒术师这边单保 外面两台机子 一个引人修 一个祭司修 这俩修弟修机速度是真不够 这边祭司是打了一个洞 给辅助 这边的话 他是不是以为 拉火 没拉中 别有板子 你没闪现 要出事吗 我觉得也不会 原因在于 祭司没有修机子 祭司没有修机子 祭司没有修机子就行 你怎么的 你指望一个野人 修完两台机子 这的话有足迹 滑板加速 输输不了 这个绝爱哭鬼是输不了的 写定输不了 99%的赢面 我就这么自信 因为他们没有人修机子 这边这朵火呢 刚才这边不是有朵火的吗 这朵火被 咒术师的菇给电了 他这朵火没拉上 他这朵火有CD的 但是 他拉出来的那一瞬间 被咒术师给电了 这个火就没了 交个小菇 帮忙扛刀 一刀还真打中了咒术师 祭司线才修 野人这边也过来打架 追一刀咒术师给我倒 祭司这边的话 赶紧抢机子 赶紧抢机子 35 但是毕竟 哎呀这边的洞还没了 毕竟这边爱哭鬼手里有闪现 前面有紫火封着 祭球手的话 这里只有一个飞轮 拉火 你飞轮 怎么又捡了颗球过来 起爆发野人没顶到 野人没顶到 闪现一刀 好的野人刚交掉自己的顶 没顶了 下桌 那人挂飞 咒术师来了 咒术师来了 咒术师 刚才就是你的一个飞轮 救下了这边 哎救不下来 救不下来 机子87的机子 也行吧也行吧 这里的话 秒野人 一火 过来 过来 一刀 给我倒 91的机子 应该是刚好人牵起来 刚好人牵起来 野人 这边的话 咒术师来救三成 姑 还行 还行 这局真的 我觉得穷人打架 已经打得很好了 这边的话 再描火 描火 描火 拿火 有了 面码机点亮三成 好快啊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了 这局99的胜率 不太好救人啊 这边都还被减速了 哎没打到 一个洞 好的 四抓 求人者确实打出了机会点 但是还是这个阵容 打爱哭鬼有点吃力 有点吃力